好 谢谢君凯为我们带来详尽的天气资讯 我们继续要来关心海魁台风路径往南修 在屏东今天全线是停班停课的 而在墾丁香蕉湾海流也逐渐湍急 有民众疑似不知情已经发布了海陆警特报了 还想跑来钓鱼被海巡人员驱离 另外在龙盘公园则是有人跑来看日出 遇上台风搅局只好变成官浪 然后提早回到饭店休息 而在恒春正公所则是准备了1000个沙包 让民众领取来做房台准备 要急一点 汹涌海浪一波接一波快速朝岸边推进 海水拍打胶岩越过硝波块掀起惊人浪花 海魁台风脚步逼近路径难修 墾丁香蕉湾渔港已经能感受到明显风浪 有民众不知道海陆警戒已经发布 开车前来要钓鱼遭到海巡人员驱离 海魁台风出路之后墾丁南湾这边的长浪是一波 接着一波海流速度是相当的快 墾丁南湾沙滩封闭插起三面红旗 就怕游客误闯海巡来回巡逻 而在龙盘公园有民众想看日出却扑了空 只能看海浪 就想说今天看能不能看到日出 那应该是不想 因为台风来了 感觉台风越来越进来了 就感觉还撤退 海魁来世汹汹屏屏东全线3号停班停课 恒春正公所也准备了1000包的沙包 让民众做好房台准备 台风要来就拿500包过来 五碗都不够再500包 现在淋了差不多 因为门口会淹水啊 所以要拿沙包当水啊 然后就差不多五包吧 来到菜市场 买菜人潮大幅减少 摊上说大约少了五成 但买的菜量却比平常还要多 有买比较多啦 等大家怕明天我们不会出来吧 怕才明天休息 台风接力来袭 就怕风雨变大出不了门 民众事先领好沙包把菜买齐为防台做足万全准备 记者陈宇王超群SNG小组屏东产报道